每一次发奋努力的背后 必有加倍的上策 磨练是目标与成就之间的桥梁 过去的失败就是学习 如果你不愿意冒平常的险 你就只能接受普通人了 要么你主动设计人生 要么就被生活安排 小的克制会带来成辈的好处 成功不是追求的东西 而是被你吸引到的东西 为了有更多 你必须成为更多 自律式桥梁 连接目标和成就 不要希望事情变得简单 希望你自己变得更强大 成功不是追求的东西 而是被你吸引到的东西 你是你所读的书 结交的朋友 进行的对话的总和 幸福不是拥有更多的物质 而是被更多的事物感动 生活中的每个失败 都带着平等或更大价值的成功种子 你不能改变方向 但你可以调整你的翻 不要让你的学习成为少数人的特权 做一切可能让你走出困境的事情 成功是简单的习惯 重复进行 你不能进步到足够的程度去 超过那些没有梦想的人 学习如何引导自己 比引导他人更重要 行动创造动力 动力产生行动 改变始于自我觉察 用你的人生去激励别人 目标让你清晰地看到 自己该前进的方向 让自己充满热情 是人生最重要的任务之一 要有坚持下去的勇气 你付出的越多 得到的也会越多 成就和信念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贫穷是因为缺乏雄心壮志 而不是缺乏机会 无论如何 你必须付出代价 无论你选择何种生活方式 不要限制你的挑战 挑战你的限制 人生最好的投资 就是投资自己 你的未来 由你今天的行动决定 不要等到条件完美 才开始行动 行动本身会创造机会 时间比金钱更有价值 你可以赚更多的钱 但你永远无法获得更多的时间 当你知道你要什么 知道你破戒了想要他们事 你就会发现得到他们的方法 现在行动起来 行动起来 主宰你自己的生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